这台设备电人一摸到电手 用电笔测量外壳带了200伏的电 电笔显示207伏 很明显这是个漏电 还有就是不一样的位置 它测的电压不一样 你看 它还有变化 一会是0伏 一会是100多伏 间隔时间很短 所以工人干活的时候摸着设备 一会有电一会没电 哪里的原因呢 它这后边有个配电箱 看一下配电箱里有漏包 全是漏电保护器 这个大的就是漏电电流是100毫安的 那一个也是 那它为什么就不跳呢 设备外科带电漏电 在这个地方测量电压的会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直接测试三项电对地 这个250多 这个有点高 这一个220多 这一个260多 不一样 就是电路有漏电 它电压都不一样 零线你看 电压一会有 一会没有 它不一样 零线应该是零伏 这个电压一会正常 一会不正常 看 现在又正常 侧中间这一向又不正常了 100多伏了 就这一向的漏电 零线零伏的时候 它电压正常 它电压一降下来 零线指定不是零伏 就是这么神奇 电路就是这么神奇 这就说明它这个漏电 一会有 一会没有 一会有 一会没有 这么测过来 测过去 还挺好玩 确定这一向的漏电 就这样的漏电 您才是什么线路在漏电 它的设备还在工作 每一套工序还在运行 去找设备的控制柜 先用电笔测一下控制柜门 看带不带电 不能用手摸 电笔显示这个电 一会有 一会没有 那这是什么电路在漏电呢 那就打开着控制柜的门 看一下 这是加热的 随时嘎嘎嘎嘎嘎嘎的 吸盒的 我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蹭着 哪个吸盒了 哪个吸盒了 这个吸盒以后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就这一路 确定这一路 第一个 正常220 吸盒以后 马上变成100多了 它这个接触器 是给加热片供电的 温度到了 它马上跳开 然后不断的加温 跳开 加温 跳开 1 2 3 机头这一块 前面这一个 和它 拿外表 这两个加热片 这有接头 现在电是断开的状态 拆掉这两个加热片 然后上指针表 一只表皮对设备的外壳 另一只表皮去测量加热片 从表上看 很明显是漏电的 这个加热片 加热线是漏电的 另一个加热片没问题 就是这个加热片有问题 只需要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你看它这个设备虽然是放在地上的 这是水泥地面 这种接地没有打入地下那种接地好 所以影响了漏电保护器的灵敏度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加热片漏电的地方就是在 头这一块 这里打铁了 火线直接打铁漏电 他们换上了新的加热片 再来主配电箱测一下电压 看一下这三项电压对地 在电路没有漏电的情况下 电压都相差不大 230V左右 这是正常的 电路不漏电 测零线零伏 好了 现在正常了 另外它这些设备需要做接地 就是把设备的外壳 接入接地线打入大地 只有接地好了以后 漏电保护器才会跳得更敏感 有漏电第一时间跳闸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空二机一通电跳闸 一启动也跳闸 欢迎空二机漏电 让我来看看 空二机一合闸就跳这个漏电保护器 总漏报 一启动也跳它 100安的漏电保护器 下面还接着其他的设备 空二机一送电就跳闸 跳漏报 那么我就测一下它电源线 进来的电源由外壳 炸是拉下来的 确定没有电了 由外壳 表真有摆动 摆动幅度不大 但也能确定是漏电的 那就找漏电的地方 把这个线路分开 这三个线是变频器的电源线 就是给变频器供电的 现在测一下 拆下那三个线以后 这三个线漏不漏电 测一下 不漏电 表真没有摆动 看一下变频器这三个线 是变频器在漏电 那就来查变频器 这盖是怎么打开的这是 应该是扣上的 这三个线是电源的进线 下边还有三个线 是往电机走的 可以在这测一下 进线与变频器外壳 有个摆动回味 是漏电的 测的这三个接线 这个端子这一块都漏电 它后面还接着电机 是电机漏电吗 还是说控制线路有问题 那就测一下控制线路 以外壳 都很好 不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把这三根电机线拆下来 看看是不是电机在轻微漏电 测了一下这个电机 与设备外壳 很好不漏电 顺便测一下电机的线圈电阻 三项电机线圈之间 这两项电阻正常 这两项 可以没问题 三项电阻一般都没问题 都很平衡 拆下电机以后 再测变频器输入 与外壳 然后摆一下 马上回味 是变频器漏电 你看我两个表皮 再导过来 再测一下 看 摆动幅度很大 马上有归位 再导一下表皮 还是一摆 马上归位 现在变频器 与设备外壳 就像一个电容 瞬间的冲放电 是潮湿吗 这两天正下雨 客户说 以前偶尔跳 就今天特别严重 直接喝不上 就是送上电 一启动他也跳 正常情况下 变频器与外壳 不会出现 瞬间冲放电的现象 那这个变频器 是不是有问题 你如果说变频器 不能用漏宝 那我见到的很多设备 都带变频器 接的都是漏宝 客户买了一个 新的漏宝保护器 我把空下机这一路线 从漏宝保护器上 分出来 从总ロボ的上边 并出一路 新的漏宝保护器 下面接空下机 这一路线 再跳也不会全跳 可以送电试试 现在通电已够正常了 没有任性 启动啊 还没启动呢 没问题啊 先等一下 还没启动吗 我听着声音心里很紧张 空药机运行功率13.2千瓦 现在是正常运行了 用电比测外壳也不带电 我总感觉变频器对外壳重放电不太正常 所以还请专业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